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边所有的家具都没有要带走 这边是客厅,一楼的客厅 蛮适合大家庭来入住的 所有的家具哦,看得到的 又没有带走,那是立奖我要带走 立奖是我的 这里面所有的,就是看得到的 东西都没有要带走,都会留在这里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房间 是套房,有卫浴 这边是一个房间 然后这边有卫浴 这边是大后院 院子很大 可以在这里,可以种一些蔬菜啊,水果啊 可是因为依然连续下了两三个月的大雨 所以你看到现在那个木瓜都快死掉了 因为水,因为植物不怕干 可是它怕水,所以这是被淹死的 你看到我木瓜都被淹死了 然后那边,你看到那棵树下面那里 那里有一条路可以到后面巷子 现在从那边进来,哇,进去了 这是一个房间,进来 我妈去下一个房间,在这里 一样是套房,卫浴在这里 你这搬进来就可以住了 好,这边有一个窗 这是刚刚我们去的那个后院 现在要往外面走 开错了 这边,这边有一个储藏室 这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还蛮大的储藏室 可以放很多杂物 这就是储藏室很大 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都丢到这里 就是不要的东西 但是又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 就丢在那里 好,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现在要去楼上 这是厨房,刚刚忘记讲了 这是第一层 第一层就是有一个客厅 还有两个套房 然后有一个小厨房这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楼上 那刚刚旁边看到这就是刚刚的那个储藏室 现在往楼上上来 楼上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要把它规划好的话 其实也可以弄到四个房间 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住 所以我们就把它弄成三个房间 这是其中一个 这是其中一个 然后它有一道门,这道门 这道门是可以通到后面去的 因为它的卧浴在外面 卧浴在那边 看到那个门那边就是卧浴 好 这边采光很好 窗户可以把它打开 再来要去我的 这间是我的工作室兼卧室 所以很乱 因为我做网拍 所以现在走进来看到一个model 这是我网拍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有卖这个 超好用的刀 然后这个也是我卖的东西 就是埃及带回来的一些沙草画 所以这边很乱 然后这边有一个 就是我现在睡的床 然后一些杂七杂八的 就是网拍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窗户 采光很好 所以天亮你就会知道了 再来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 就是大套房间 那个健身房 这一只又睡在这里了 你又被包起来了 你很冷是不是啊 阿妞 什么你咬了一只鞋子 在那边还有一只袜子 为什么 那是谁帮你盖的啊 这边有一个床 就是很大的那个 King的那个 那个国王的床 然后 有可以 因为这间很大 所以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有放了健身器材 因为电视在这边 健身器材 然后这边有一套 卫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厨房 外面有一个厨房 基本上我们如果在楼上的时候 会在这边吃饭 这边有一个厨房 厨房在这里 洗衣机在这边 刚刚忘记讲楼下也有洗衣机 这边是我的厨房 这都是块木的 都没有要带走 然后这边有一套卫浴 我可以进厕所吗 我以为我想说会有人在里面 这里有一套卫浴 好 我们家都是用的 都是电热水 电热水器 好,进来这里 好,进来这里 好,我们现在要去 后面阳台 要去这边的阳台 这边阳台 这边可以晾被单 晾衣服 啊,这酒 这个酒要带走 不好意思,那美酒 好,有 吊床 那一颗是玉兰花 后面大概就这样子 其实还蛮大的 原本 原本我有打算在这边 因为这个是古老的热水器 就是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 它才会烧 但是它会烧 它会烧起来 水温都会保持住 所以我有这块木桶在这 我本来意想天快 要在这边泡澡 但是 没时间来泡水 然后这块地也是我们的 总共这样地平有70平 从你刚刚走进来这样有70平 如果有要买的人 请跟我接洽 现在你看到的东西 我都没有要带走 包括健身器材 我都没有要带走 因为太短了 啊,脚拿车要走走走 那我的 我都没有带走 我都没有带走 然后其他固定的设备 正当的东西 那些人没有带走 教练他是怎么 睡在那裡 又有一个脚那裡 又有一个没了 他可以搽 那他是怎么睡在内面 他有在那边 还带走